外送平台推出优惠活动 引起网友暴动 很多人矛起来下单 大量的订单也让店员更加忙碌了 有一名超商店员就抱怨 9点上班之后就不断接到外送订单 因为商品他们要自己去找 所以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处理 但是一边又得结账 一边又得补货 现在又刚好遇到双十一购物节 很多民众到超商里头去领包裹 人潮比平常还要多 一整个早上他们光是接订单 就接了40亿单 忙到没有时间吃饭 让他直呼真的好崩溃 另外来看到双十一的威力 到底有多惊人 看看高雄这一间超商 已经被包裹大军全面进攻 不但出现包裹这个城墙 就连这个落地玻璃也都被包裹挡住了 还有超商的内用区也都被包裹淹没了 店员只能苦说 从早上整理到清晨 一整天包裹一间店破万件 也有物流业者崩溃贴出 还消极的包裹海照片 只见满满纸箱轰炸物流仓储 双十一包裹大军地狱室进攻超杀 门口被纸箱包裹墙重重包围 两侧堆满门口不够放 包裹被放进推车 直接堆到旁边停车场也全部放满 我就在这边十几年了 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外面 从来也没看过这样的 他们平常就那么夸张了 双十一啊 对啊 对啊 那箱也知道 外面还有三辆大货车等着载货 超商里早就塞满 看看内用区落地窗 原本还能看到外面的包裹墙 一个上午过去 落地窗也被包裹淹没 消失了 早上7点上不快 都是一些货车 这一点短 对啊 店员po文 卖个仔来啊 超商爆炸了 网友笑说 这下超商变成转运站 宅配夜的黑暗日来了 店员会被操死 从早上里货到清晨 厌世的还有这一间 店员说店长笑嘻嘻 店员觉得悲惨 包裹堆得像沙包 一包一包 全部堆满玻璃窗 只剩下椅子露出来 内用区自动消失 平常差不多三四天 就货丸 差不多一碗 麻木 店员收货收得好心累 有物流中心喊话 卖个倍啊 货舱也爆炸了 还有人崩溃贴出 海啸及包裹海 满满的纸箱 榨满物流仓库 双十一 完全一心 拼业机双十一 一天延长变一个月 包裹海啸一波接一波 物流跟超商店员上班好厌世 感叹每逢双十一 整个月都是战斗日 记者的明临之会 高雄报道 不要乱丢垃圾 是小学生都懂的道理 但是有网友在脸书投稿了 他说呢 他们办公室里的厕所 贴了这张告示牌 提醒所有的同事 不要把你擦过的卫生纸 或是一些垃圾丢在地上 因为呢 他会加重清洁人员的工作负担 没想到呢 有人竟然在这张告示纸上 留言反驳 来看到他写什么 他说 捡垃圾是清洁姐姐的工作 好这句话呢 在网络上引发论战了 其他同事很生气哦 表示说 消防人员的工作是救火 所以你就可以到处放火吗 而且还有人说 你知道什么是功德心吗 好 这个呢 就是在网络上引发了论战了 我们同样也可以大家来留言 你觉得他这样的回答对吗 好那接着呢 来看一下我们的工商服务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